郑希怡这天在上海出席红酒品牌代言活动 虽然Yumiko参与的选秀节目近日圆满落幕 但讲到红酒又令她回想起参加节目时的趣事 我自己很喜欢喝葡萄酒 而且葡萄酒是非常养生的 她喜欢喝怎么样的葡萄酒呢 喜欢喝好喝的葡萄酒 而且我们在之前不是一直在训练吗 然后当时在比赛 然后呢我们训练完之后 我觉得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回宿舍 宿舍呢然后导演姐会帮我们准备很多红葡萄酒 所以呢也是这个品牌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看到这个环节呢 是最开心最放松的对不对 觉得大家努力工作的时候呢 其实也要懂得放松 虽然Yumiko最后在节目的总决赛 无缘出现加入女团 不过她就收获了不少友谊 她还大赞一般姐姐非常可爱 其实在这个节目我们前前后后经历了四个月吧 真的是有太多的开心的事 其实一直留在我自己的回忆里面 其实每个姐姐自己都有身上面不同的闪光点 而且从一开始到慢慢去了解大家 我觉得每个人一开始可能有很多都很欲解 但是慢慢也发现了他们生活当中非常可爱的一面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都是会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忆 节目结束之后相信一般粉丝都很关心 何时才能见到Yumiko再出现在综艺节目 而这天她就分享了最新的工作计划 其实刚刚我这个全风破浪的姐姐 现在刚刚总决赛就结束了 然后刚好就是同样的时间 然后呢我会有一个新的综艺叫做小巨人 就是跟一些很可爱的小孩子一起去做运动的 所以呢大家可以到时候收看